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个量来看人们发生了非常多的疑惑 拥有这两种款型的驱逐舰 为什么不建造一个9000吨的驱逐舰呢 随着我国055驱逐舰的亮相 也是扯到了非常多的关注 这时候在各方面的实力也是非常高的 055驱逐舰在整体性能以及本身的一些攻击行为 在世界能够到前面的 我国这次055驱逐舰的最终制造 也解决了我国在发动机方面的不足 对于055驱逐舰所携带的发动机 解决了也是解决了我国发动机 满很多麻烦的问题 在承诺力上也有很多的功能 添加了像一些发射导弹排的设计 也是非常亮眼的 那么为何在0552D和055都已经发展的我国 却没有9000万吨级的驱逐舰呢 第一是因为使用性问题 9000吨级的驱逐舰在使用方面 其实是有着比较多限制的 不仅因为一些地形的限制 在本身携带的燃油系统方面 也有比较大的不提倡 因为如果建造9000吨级的驱逐舰的话 就需要更多的燃油携带 而这样的燃油设备就需要更大的动力设备 在这样的驱逐舰建造下来 是比较不划算的 因此我国并没有想往这方面发展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在现在我国的052D型 驱逐舰的速度本身就不是特别高 但如果将它改造成 9000吨级的驱逐大舰的话 会由于本身携带的重量大 就提不起速度 然而在海战当中的速度 是作为驱逐舰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如果没有速度上的保证 那这艘驱逐舰建造出来也将会是拖累的一个武器 最后一点就是在制造技术上 虽然我国有1.3万吨的驱逐舰 但是两者的制造工艺上面还是拥有着比较大不同的 如果坐手这一个9000吨的驱逐舰的话 将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劳动力 做这方面的考虑 我国现在也没有计划要制造这样的驱逐舰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用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